哈喽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澳大利亚的惊悚短片《断崖》 这是一部特立独行的影片,全片只有一名演员 而场景也只是一处陡峭的悬崖 故事的灵感可能来源于著名电影《活埋》 但扣人心弦的情节却不输任何一部惊悚电影 影片一开始,主人公阿花从昏睡中逐渐清醒 她睁开眼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脚下正是漆黑的万丈深渊 而自己身处的位置正是一个悬崖的缓坡 悬崖是人工修建而成的 结构与极限运动者的赛道非常相似 整个墙面光滑无比 阿花只能依靠着这个小小的缓坡 用手撑着,防止自己突然掉下去 一开始紧张的阿花拼命地向上爬 但是她越努力,向下滑得就越快 好不容易稳住 阿花吓得大口喘着粗气 身体努力贴住地面,防止自己掉下去 阿花环顾四周 发现周围都是光滑陡峭的峭壁 虽然头顶不远处就是出口 然而脚下却是万丈深渊 稍有不慎就会摔下去,粉身碎骨 阿花被困在中间动弹不得 在这样的绝境下,难免会令人陷入绝望 为了逃生,她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只好小心翼翼地用脚撑住斜坡 努力侧身想要爬上去 然而身体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滑 阿花被吓得大口大口地喘息 此时天空乌云密布 耳边传来呼啸的风声 她发现自己的双手早已经受伤沾满鲜血 而且左侧的大腿已经骨折 在如此光滑的翘壁上几乎找不到借力的支撑点 想要爬出这里似乎比登天还难 她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于是强忍着疼痛 用手脚死死地贴住墙壁 一点点往上挪动着身体 这时阿花意外地发现 对面的翘壁上也残留着一些血迹 她意识到这可能是之前一位幸存者 她来不及多想,抓紧时间往上爬 然而,每向上移动一步 身体又会不受控制地往下滑动 死亡的恐惧让阿花产生了幻听 她似乎听到了对面的人掉下悬崖时的呐喊声 此时天空下起飘泼大雨 大量的雨水冲刷着原本就光滑的翘壁 此时阿花的身体蹭的一声往下滑去 面对危机,阿花解下了脖子上的项链 绑在手上,用手支撑着地面 电影的最后,镜头画面一黑 然后峭壁上空无一人 电影也就到此结束 这个短片看得人心惊肉跳 一面是万丈深渊 一面是悬崖绝壁 生死就在咫尺间 如果主人公换作是你 你又会做何选择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